美国政府周六宣布 国务院批准三批对台军售案 总额超过11亿美元 约等于台币337亿 如果国会表决通过 有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军售内容包含价值台币108亿的 60枚鱼叉二型反舰巡弋飞弹 价值26亿的100枚响尾蛇飞弹 还有约201亿的监视雷达合约 美方表示军售案中响尾蛇飞弹 能帮助台湾精准射击空中目标 鱼叉飞弹则能对抗海上侵略 强化地空防御 对此总统府国防部和外交部 都回应感谢美方支持 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高度的欢迎 同时我们也感谢美国政府 他们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 还有略向保证 来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这时拜登政府上任后 第六度宣布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的第五次 在台海军事急剧升温之际 格外引发关注 白宫强调军售案 单纯是为了因应台湾自我防卫需求 不过大陆人气得跳脚高喊 坚决反制 大陆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透过推特表达北京不满 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和军事往来 立即撤销相关军售案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更大损害 记者综合报告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